你看看這個青菜白就開爐了 你看這個白給這個甘蔗棒 踢下去會被這個甘蔗板吃掉 史上頭一早 立委手中的恐怖甘蔗板 是越美國校西側校舍的天花板 去年校方打算做防水防熱工程 意外扒出的校舍危機 而這種不紮實的建築手法 立委跟校方看了都很震驚 這樣子太沒有良心了 怎麼可能這個在學校的天花板 起來的鋼筋殺分的Tia 會被鏽蝕到蕩然無存 由於腐蝕的問題 嚴重侵襲到建築物主體 當下教育局下令禁止使用 八個班級的學生轉移到北側上課 不過最近北側又有一半建築 要進行補強的工作 校舍瞬間縮水 200多位的師生上課出現大問題 封閉之後我們學生就 把學校所有能用的空間搬出來了 然後還去跟社區借了活動中心 那的確非常不方便 同一個空間 行政老師在辦公出了OA變成了小教室 上班上課擠在一間還不算最可難 這間視聽教室擠了三班的學生同時上課 而鐵皮蓋的聚寶屋原本是學校用來做資源回收 現在也全程了臨時教室 因為這裡太熱又很熱蚊子 會很熱嗎 有時候很熱 想不想趕快回到新教室去上課 想 前半有在這教室上課 他們現在是擠在活動中心 甚至於鐵皮屋屋裡面上課 這樣子的學習環境讓孩子怎麼去學習 北側大樓暑假將全部封閉 加快趕在下學期的環工 書寫教室不足的問題 而西側的部分在立委的爭取下 教育局跟教育部都同意撥款要重新改建 但距離學期結束還有半個月的時間 如此惡劣的就學環境 師生也只能再無奈忍受 轉你的話台中採訪到